这次丢一只羊下去 可以看到 羊被攻击后发生了突变 变成了一只变异羊 哈喽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 羊毛的白宝箱 这一期呢给大家带来的一款模组 叫做寄生虫模组 版本是1.12.2的 模组里面有各种稀奇古怪的生物 反正离谱就完事了 好的 废话不多说 开始介绍吧 为了保护村民们的安全 试验场地我必须得用栅栏给围起来才行 不然这些寄生虫乱跑可就不好搞了 万一把村民感染了呢 OK 差不多这点大小就够了 我手里这个呢 就是今天的寄生虫 长这个样子 就挺离谱的啊 有点像异形里面的爆炼虫 前面有四条触手 说是寄生虫啊 这个体型还挺大的 然而却是模组里面最小的一个 来 我们测试一下它的伤害如何 也不是特别的高 一下就两颗爱心的伤害 等一下 怎么跑出去了 好家伙 这个东西跟蜘蛛一样还会爬墙呢 直接就奔着村民跑去了 速度还挺快的 给死 OK 重新回到我们的实验场地 这次丢一只羊下去 可以看到 羊被攻击后发生了突变 变成了一只变异一样 那么这就是寄生虫的特点了 被攻击的生物会发生变异 同样变异后的生物也具有攻击性 玩家靠近它就会主动攻击 呃 我们把牛牛放下去 很快就被寄生虫给感染了 然后猪猪也是一样 基本上两下就会被感染 速度内较一个快呀 而且啊 小动物不像村民那样会逃跑 就傻傻地站在原地 所以说啊 为了村民的安全 嘿嘿 我在村庄里面也放一个 至少这几个村民还是道跑路 哎 但是你这跑房子里面 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可以看到 被感染后的村民变成了这副样子 接着呢 它就会攻击其他的村民 然后整个村庄就会都被感染了 有点像加强版的僵尸村民 但是可以在白天活动 而且啊 移动速度也非常的快 不过还有一个离谱的设定 就是我们把突变村民给打死后 它会有一定几率 变成其他的东西 哎 我就问你离谱不离谱 这是个啥玩意儿啊 跟个蜘蛛似的 但是 它好像不会攻击我 哎 但我发现啊 这个寄生虫盾马 还有羊驼不感兴趣 完全不攻击它们 但是 却会攻击狼这种凶猛的生物 而且这种突变生物 被打死后还会原地抽搐 魔祖可以接地气 但是你不能接地府啊 我说这是阴间魔祖 大家应该没有什么意见吧 那么这款魔祖的话呢 就先介绍到这里吧 内容还是挺多的 我只是展示了其中的一种生物 还有很多都还没有介绍呢 想玩的话呢 可以自行去体验一下 那本期视频呢 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咯